接着带您关心,未来一周的天气 仍属于相对炎热的盛夏形态 中午以前紫外线指数偏高 也得留意午后的强降雨 特别是在周二及周三 中央气象局6号也针对花莲 发出黄色灯号的高温警示 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也要慎防热伤害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接下来这周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 周二开始则要留意大范围的强降雨 另外这周花莲高温约在33度左右 因此建议民众出门 除了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可以攜带轻便雨具 防晒又可挡雨 基本上还是一个高温炎热 午后有对流发展 然后一个雷震云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 大概整个我们的高温 定大概都在33度 不过在外面体感还是会比较热 然后在局部的花冬重骨地方 比如说复原、灼溪这些地方 它的高温还是有可能高到36度 37度 所以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要注意 不要太曝晒在阳光下 还是要做防晒这个动作 然后去西边玩 真的千万要注意说有打雷 有下大海雨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几天也有看到 在花林这边 在太鲁阁 或是在清水断海这地方 都有10余量到40毫米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如果下好雨的时候 比较大雨势的时候 在下游的溪水湾 或是什么中游的地方 真的要听到说有好雨的时候 就要赶快闪避 不要在下面 没有真的会为突然之间来的大水 可能会影响生命危险 周一到周三 午后雷震雨几率高 周四开始雷震雨范围缩小 提醒有计划在西边游玩的民众 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避免中上游的吸水暴涨 造成生命财产的安全 以及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造成热中暑热衰竭等伤害 记者长方艳华人士报导